税收是政府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 是以国家权利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形式 很多时候它也是腐败的推手 因为官员可以利用各种科捐杂税来压榨人民 比如中国古代就出现过很多巧立名目的奇葩税 比如从咸丰三年开始征收的压税离金 生孩子有落地捐 还有纳窃捐 柴米油盐醋捐 几乎什么都要捐 种田有米捐 不种又有懒捐 几乎是横征暴廉了 简直是要把老百姓都逼上死路 现在国家也出现过很多奇怪的税种 比如1697年 英国的威廉三世竟下令开征窗户水 吓得平民都把窗户用砖封死了 直到一百多年后 才因为开窗有利于遏制瘟疫传播的缘故被废除 如今的韩国则有一种单身水 针对的是收入在两千万至三千万韩元的青年 单身狗得交税 不少网友调侃到 真是祸不单行啊 无独有偶 日本也出现了帅哥水 长得帅居然要收税 没错 这是什么道理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永卓郎告诉你原因 长得帅会妨碍国家的发展 众所周知 日本这几年已经演变成单身社会了 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 生育率非常低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难题 据森永卓郎分析 征受帅哥税可以部分的解决 丑男结婚男的问题 他们将因此得到更多机会 他还指出 大家总是只关注收入的差别 很少有人注意到相貌的差别 才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长得帅的人容易获得女性的青睐 这表明女性往往都把注意力 集中到同一部分男性身上 帅哥税的具体提案构想为 帅哥的所得税翻倍 而相貌不占优势的人 所得税减少一至两成 是否为帅哥的评审工作 则由不持偏见的女性裁决 不得不说 国家有时为了调节分配 真是把税收这个手段 用到极致了 英国不采取火化的胖子 要交棺材税 土耳其有洗脸税 俄罗斯甚至有胡须税